他们是故事的主人公张顺东、李国秀 夫妻二人夹起来只有一只手、两条腿 但他们用残缺的身体书写了世间最美家庭的模样 他们用辛勤的劳作把儿女养大成人 他们用坚强的意志甩掉了贫困帽子 创造了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张顺东1974年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平子村 他六岁放羊时被高压点击伤 失去了右手、双脚重伤 19岁那年他认识了邻村的姑娘李国秀 上门提亲的时候 生来就没有双手的李国秀却有些担心 他说不要写他送 我说我写你送我就不来你家了 听到他讲话呀各方面 我就说这个小伙子 看人才各方面的也很不错 1993年张顺东李国秀喜结连礼 庄家人有耕种才能有饭吃 两个人只有一只手 他们有能力有决心面对以后的生活 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 健康的孩子是安慰 更是这个家庭的希望 李国秀说别人的孩子用手抱大 而我们的孩子是用双脚抱大的 我就回那个那部分那最可爱的 咬的那衣裳 咬的那真正的咬的那胸膛这些 咬真的 咬真的觉得咬了 顶起来 吊在窗上 一双儿女渐渐长大 原本仅够填饱肚子的生活 越来越捉紧见招 每天天不亮 村里人还在睡梦中 张顺东李国秀夫妇就开始忙碌了 想让日子好一点 就要付出常人千百倍的努力 李国秀练出了绣花的本领 贴不加用 他们养殖的鸡鸭猪仔也越来越多 他们都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就是一直都在努力着 一直都是 就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想着砸锅卖铁 都要把我供出来的那种想法 勤劳奋斗去干活 是一个丈夫应该去做的 更是一个父亲应该去做的 董事的女儿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 考上了师范大学 但同时 张顺东原本受伤的两只脚 因为过度劳累而困难 不得先后截止 命运再次给这个不幸的家庭 以沉重打击 截之后的张顺东没有倒下 装上甲枝继续耕作于田间地头 夫妻二人更加珍爱对方 生河就像爬大山 生河就像盘大湖 一不一个深深地叫我日子还 去地里干戈湖啊 本来很累了 偶尔它还会哼两首那种 像那种 就是反正都是很乐观的 总是能把苦难的日子 过得像话一样 坚强自信乐观的张顺东李国秀 没有向命运屈服 在困难中相互扶持 相亲相爱 我觉得人在口在那 不能没有希望 在乌龙镇 张顺东夫妇深谈至尖的故事 被传为佳话 只要有需要 村民用都会来搭把手 国家又给报销了 两万多元医药费 2017年 在国家微房改造资金的扶持下 家里盖上了新房 年收入逐步提高 张顺东家成为村里 最早一批脱贫户 汉水不是白流的 总有水货 喂 如今他们的女儿大学毕业 成为一名人物教师 也有了自己的宝宝 似是同堂 进向天伦 对张顺东李国秀而言 因为加倍努力了 所以倍感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